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意識時 今天去哪? 去旺角 又去食釀 首先出E2出口 E出口出了之後轉左 轉左直走到通菜街那邊 一直直走到廣華 這裡路程都比較遠 今天還要適逢星期六人都幾多 剛剛可能人們下班了 現在兩點鐘 那間叫什麼呢? 叫羊掌櫃 去試一下 因為他都新開沒多久 想試一下食物 這裡都不再講那麼多了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人 好了 這裡一路走過去 我都不再講了 好了來到風菜街了 然後轉右 煙 前面就是洋掌櫃 看不看 那個牌很小很小 不算太大 看看 進去坐下再說 就是這裏 看看我們點了甚麼東西 羊掌櫃美食 點了一個B餐羊肉可粉加涼拌皮蛋 然後一個D餐羊腩飯拼涼拌雜菜 接著還有一個京蔥羊肉餃八隻煎蠅 然後羊腸拼羊肚包肉128元 價錢暫時這個了 317元 一開始說說上餐 這個是B餐羊肉可加涼拌皮蛋加飲品 價錢65元 首先說羊肉可 老婆就吃了羊肉可 由她說說 一拿上桌的時候 看到湯碗的份量 跟上次太子的一品煎羊肉館 差不多份量 可粉也有很多 上來是掛湯掛得很厲害的 味道很誇張 裡面的羊肉份量大概有8片左右 這次是拌皮的 脂肪位都有 所以湯底有點像平時我們去吃牛肉火鍋 我用牛骨湯底 這次換成羊骨湯底 或者羊肉湯底 再把脂肪、皮和香味全部放在湯底 而她鹼酸的可粉是又薄又滑 不易斷 有通透感 還有掛湯掛得很厲害 另外她這次給的芫荽是很多 很新鮮 變相 湯底 除了有羊肉、羊油 還有羊骨湯味之外 還有很厲害的芫荽味 我喜歡吃芫荽 所以這次就覺得好好喝 還有好好吃 還有她的羊肉 這次是有彈牙 有煙韌度 羊皮方面 其實她油得來 她都很容易咬得開 脂肪又比較豐富 這次我就覺得 這次好吃過一品煎羊肉館的羊肉 可粉其實兩度都差無幾 浸了湯之後都沒有發脹 還有她掛湯的能量都非常高 所以整體上 這碗可粉是好吃之餘 分量夠多 加上套餐來說算是便宜的 講講這個常餐的主食 羊腩飯加兩半雜菜和飲品68元 我一開始講講羊腩飯 這個羊腩飯看上去 你看看是不是很小粒 但全部都有皮 配料有薑 有香葉 羊腩飯的酥味不是很厲害 也不會完全沒有 一點點 但跟那間一品煎羊肉館比 我覺得一品煎完勝很多 首先 這裏的羊腩飯是很難咬的 好像刷枝膠一樣 很嚴重 咬極也咬不到 當然我們有壓力 當然是可以吃得到 我覺得OK 但其實吞下去也有些硬位 要麼它炆得不夠夠 要麼它本身的羊肉是很硬的 這個它做下去的時候也很入味 薑不是太出味 不能夠令薑發揮到滲透的羊肉 這個會比較失色 但它的汁調得很好味 我覺得不錯 另外它也配了一碗白飯 其實在餐牌裡面來說 我看到是一碟飯的 但它這裏只有一碗 我相信餐牌那一碟 讓大家看看 應該是等於一碗 因為它也是這樣吸了一碗 然後淋一些醬汁在旁邊 這個我不太緊張 其實60多元一個餐 有飲料、配菜 再加上這個主菜 我覺得都算不錯 因為那裏是比較失色 我覺得不太好 這裏是跟餐的涼拌雜菜 它一碟來到也不是太大 即是份量 但是雜菜它煮得比較有少許多 不是我喜歡吃的那種 有些會煮得剛剛好 爽口、爽口聲 這個其實近葉位 我估計它也會煮得過濃少許 配料方面有花生 還有很多芫茜 芫茜的香味很突出 還有它加了少許辣椒 變成這個拌出來 又酸酸的又辣辣的 很醒胃 吃一下吃一下 差不多被我吃掉了 這個真的很好吃 雖然你說的菜是不是超過了少許 是 但是我覺得都不算差 都挺好吃的 這碟是羊肉可粉餐筋的小食 涼拌皮蛋 一人份量其實都超過了一隻皮蛋 它給的份量 就是跟我老公所說的 足足 平時它煮足自己加下去的皮蛋 超過一隻那麼多 它鹼酸的皮蛋也挺漂亮 雖然不是糖心皮蛋 但是皮蛋的味道也很濃郁的 還有它是有少許軟軟的情況 吃下去相當享受 調味方面也比較少許鹹少許辣 酸味它就沒有 如果是以開胃菜來說 喜歡吃皮蛋這個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真的想酸酸辣辣 我提議就愛剛才老公叫的涼拌雜菜 因為酸味真的會令你很醒胃 雖然這個皮蛋看上去的效果也做得不錯 但是如果說開胃和省胃來說 涼拌雜菜就更勝一層 其實涼拌雜菜的食物 正餐來說全部都是38元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單點我相信不會那麼細份 會大份一點 接著說說這個京蔥羊肉餃 一碟有8隻 價錢是$56元 其實它可以煎和湯的 兩種都可以 但是我們想過了 要煎會比較好吃 真的果然沒錯 這個煎出來是很漂亮 大家看不看我煎開了一隻 我都不敢煎得太厲害 它裡面的醬汁和羊油 它經充滿羊肉看多厲害 咬下去皮又夠薄 又煎得香 完全不會有很多粉的感覺 這個再加上山西老陳醋 哇 真是很好吃 你看看煎到邊緣全焦了 這個煎到盒到好處 剛剛好 再看多一隻 你看看 再加上山西老陳醋 加了一些芫茜 令整個餃子更加香更加好吃 而這個羊肉是很新鮮的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不新鮮的肉 冰了之後 想它出汁都比較難 因為冰了的肉 很多時候的汁會流失了 鎖實了 而這個你看看 汁多厲害 你說它混了湯或油 不奇 但是你吃到羊肉的香味 這東西是沒有騙你的 這個和羊肉 也有少少酥味在這裡 有些人 如果不太喜歡吃酥的羊肉 可能未必適合 但是少少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這個的確不錯 還有五十多元有八隻 我覺得很值得一試 這碟是小食類 我要了羊腸拼羊桃包肉 價錢128元 另外有個小食類 我很想點的 是手排羊排兩貼 我問店員 其實這個好吃一點 還是羊排好吃一點 店員就答我 羊腸拼羊桃包肉 就少見一點 而且不是到處都可以吃 這次我就想試一下 我問他究竟是什麼 他說大多數都是用羊肉做成的一些小食 但是又有羊腸又有羊肚 在裡面的 拿到上桌的時候 份量也不算太大碟 大概羊肚包肉就是這個 見到好像有些牛肚紋露那些 就是羊肚 咬下去硬硬硬硬硬 裡面就包住了羊肉 羊肉就不是太多脂肪 間中一塊就會見到有少少脂肪位 份量大概有七至八塊 不過大小不一 肉裡面的味道和質感就像什麼呢 就像平時我們去酒店吃自助餐那些cocat 類似沙朗尾腸附近那些肉的口感 是冰凍的 吃下去是鹹鹹香香 但是油脂感就不是相當之厲害 所以羊鬆味也不是太突出 而這個羊腸包肉下面那一層 近鏡頭那裡就大概有八至九九 都是大小不一 有腸頭的部分 有腸身的部分 肥膏也不算太多 但是上面大部分那裡也有七至八塊 就是有羊肥膏在這裡 咬下去有一點點酥味 但是不是很厲害 它主要都是用羊腸的衣 灌了一些肉和脂肪在裡面 是鹹鹹香香的 吃下去的口感也是比較實淨 而且不是軟滴滴那種 有些鹹香味之外 腸衣有一點點彈硬 你問我是不是很好吃 它就不是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不好吃 它也不是 它是一些比較特色的小食 有鹹有煙韌度 最後它就附切了一碟醬汁 好像別人在吃羊扒那種 點薄荷啫喱 有些薄荷醬 不過它不是薄荷味的 它是鹹味 還有一點點香草味 這樣調配而成 其實你不點下去吃 這個羊腸包肉和羊肚包肉 它都已經是夠了味 吃下去也挺特別的 在別的地方 真的沒試過可以吃到這種小食 你問我128元貴不貴 是有點貴的 因為它的份量不是太多 但是在香港地 都可以吃到這些特色的小食 都很難得 當然我們一定不夠吃 點了個羊雜湯飯 價錢68元 它裡面的配料有很多 其實看網上說 包括羊的內臟有什麼 有羊胃、羊腸、羊心、羊肝、羊腎 羊肺、羊沙瓜等等 當然這裡的材料真的很多 我都不能逐一慢慢說 這些可能是羊腸來的 這些是羊沙瓜 這些是羊肺 這些是羊肺 很清楚 這些是羊肺 羊肺就像黑客葉一樣 所以這裡的材料有很多 你看看 就這樣吧 不要鬧 逐一慢慢說 其實就有這麼多食材 而這個湯真的很好喝 第一 羊有少許酥味 令到這個湯更加有少許香味 出來的時候很夠熱 當然這碗飯也是很小碗 這個不要緊 我覺得攪拌飯來說 都差不多了 給大家看看 看不看嗎 這碗飯就是這麼大碗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算不錯 價錢來說 68元 有一個湯 有這麼多羊雜在裡面 當然跟上次那間叫一品鮮羊肉館 那間有差不多 大家的質素也不無多樣 這個不會說大家有多大分別 這個也值得叫來吃 這個挺好吃 不錯 好了 先來美人照鏡 你看看油都瘋了 我們還有少許食材 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罐汽水 汽水就不用說了 因為餐裡有汽水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羊掌鬼未吃 之前就是街珍鮮的店鋪 其實店鋪只是油的油 椅子方面也沒有改過 想不到街珍鮮的食物又是好吃 這間的食物也是好吃的 第一推介到就是羊肉可粉 那個是餐來的 65元 如果只要羊肉可粉都55元 即是多加10元 就可以要涼拌皮蛋 以及飲品 這個的確真的不錯 最推介最推介就是這個 京蔥羊肉餃 記得不要叫湯餃 叫煎餃 肉汁很多 好香很好吃 再加上山西老鎮醋 還有一些芫荽的香味 不要說八隻 一個人吃一定滑滑有餘 我告訴大家 這個真的很好吃 然後就是那個羊杂湯飯 羊杂湯飯 它的羊杂湯裡面的材料很多 羊杂的味道也很足夠 最欣賞最欣賞的都是那句 多芫荽 多芫荽很香很好吃 還有出來的食物都很夠熱 這東西我很欣賞 這裡的冷氣會比較少 只有兩部冷氣 進來的時候當然 它也要計算成本 沒有開到冷氣 我們吃一吃熱 也叫它開一部冷氣 它也很好吃 立即開給我們 這東西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其餘的東西 讓我老婆說說 今天吃到的羊杂湯 我很喜歡 為甚麼呢 因為它有少許酥味 吃羊如果沒有酥味 其實跟吃其他肉都沒有分別 上次的一品鮮羊肉館 酥味是不突出的 但是它給的份量 也一樣是這麼多 這麼大碗 整體來說 我覺得今天 剛剛老公賺的幾樣東西 酥味真的有少許突出的 你吃下去 起碼知道自己在吃羊 就不是在吃其他肉類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夠熱 另外它也算有些特色小吃 其實這個湯餃我也有興趣的 但是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點了 有些湯飯 另外還有些是湯河 所以我就不想湯餃又變成湯 就變了沒有那麼突出 所以我就點煎餃 煎餃 煎餃想不到 一向京蔥配羊肉都是好吃的 這次的效果也做得不錯 吃下去也很欣賞一下 另外它這裡有甜品奶 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價錢只有20多元 就可以點到一碗紅糖冰粉 整體上我覺得 這裡的主食類 小食類 和甜品類都蠻特別 變相好像每樣東西都齊 如果它不只有羊肉餃子的話 好像清真牛肉館一樣 有些牛肉餅 但是它用羊來做 我相信它會大受歡迎 如果叫套餐來說 一個人來吃 真的足夠 很滿足的份量 而且覺得吃羊是一種享受 而且本身羊的價格 都會是貴一點的 所以你六十多元 有一個套餐 我覺得相當之大 挺不錯 我今天吃得很開心 今天說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好啦 今天這裡其實是羊肉飯 我就覺得差一點 這個就不值得點了 因為為什麼呢 真的比較硬一點 我也角力了一段 才吃得完它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 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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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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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